黄晓明打铁达尼 土匪头子便禁舞娃娃 中国第一小神黄晓明 今天在北京出席新片匹夫记者会 在同片演员包小伯带领下 哎 怎么秀起了曼妙的舞姿 哎呦 尤其是定点一台演 与人一股帅气中带点违和的感受 大家都喜欢嘲笑娘娘腔 但这部片呢 可以告诉你娘娘腔是怎么样 看完这部片之后 我们要敬佩娘娘腔 呵呵 好好奇匹夫到底在演什么 且由男主角黄晓明来解说一下 这含起义和团口号 打败铁达尼号 剧情还带点小斧 听得越来越糊涂 原来黄晓明在片中饰演 土匪头子大当家的方有望 是说好莱坞抢匪着重 头到面具的表现 曾有过小丑拉拉队的辣妹 还有像雷鬼的鬼 以及像雷根的修女 黄晓明看好莱坞的大片匹夫 抢银行当然得宣扬国威 扮起了中国娃娃 野蛮这个匹夫 觉得做这个大当家的 真是太不容易 情笔细节 死生气阔 也许电影是短暂的 也许电影是短暂的 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的情 将会延续一辈子 哎呦 小明哥谈话 超感性 超细腻 想必是拍戏 吞了不少苦水吧 什么 跟着大家会看出来 然后拿毛巾头 你用小菜你 然后什么 放大牌 对了 他在片中泡了包小伯特制的药汤 哦 欧美好流行名人茶包的 泡来喝来都令人 哎呦 超害羞的 包小伯到底涂了什么心 煮这一桶小米茶 只有进戏院才知道了 苹果威乐兄 Angela baby也来一杯 抱抱